星期三晚的全泥夜宴菜 今次會說說韋達馬房的初出馬 星耀王者 這隻馬將會是報來的一場三班12米的泥地 這隻馬是三歲帶PP 相對比較少見 韋達的PP是插泥地初出 星耀王者的血統先說一說 副系是Star Turn 舞系那邊Fast & Witty 又出自於登塔島 即是Fast Network 如果說副母兩線都是短途馬居多 有少部份可以跑上一里 但我預測這隻馬日後跑熟了都是1200 不會說跑1650 比較少機會 同副系香港的松草成名已經是三班馬 另外兩隻狗狗圍攻和荒唐武士都未出 星耀王者一會兒給大家看外地出賽的紀錄 首先說說外地 他跑已經是一里幕後的團隊都自視幾高 跑了一場肉麻者碟 即是三級賽 然後在一些給制賽 表列賽 即是我們叫做Black Type的賽事 所以在五月五日那場大爛地的場口裡 帶著羊毛面酷 贏了對手半馬位 五月五日那場的外地職是OK的 水準不錯 因為亞軍Overman在其後已經贏了馬 Overman也曾經去試試 跑當地起鷹圓的一場一級賽 但那場就輸得比較遠 但之後再起72評分洋賽也贏到馬 所以星耀王者在五月五日贏大爛地的賽事 亞軍之後都可以起BM72的評分洋賽贏到馬 水準是不錯的 他那場贏了對手半個馬位 我們就看看那場賽事 那場賽事其實是綠色衣服 其實你看馬會的箭咀就知道了 準備出閘了這裡 我們稍稍等一等 它是穿綠色衣服 一起步的時候 就是外面那隻 不是外面那隻 外面那隻才是 箭咀指著那隻 出閘也挺爽快的 連同香港的市集 試了兩貨集 尾那貨集 都是擺前了走 我預計這隻馬都有一定的前速 那這一貨 即是在外地跑的時候 都有相當之快的前速 就擺在前面走 那這裏呢 就拖回後一點點 那我們飛快一點 入到直路口位置的時候 這裏呢 騎斯再給兩比 就開始想趕過前面的馬 但我覺得呢 即使 這場贏也好 他都欠少少貫注力 在這裏 百幾二百米段柱 一度 都被賣面那隻馬 想過回他 不過賣面那隻馬 又開始有少少退 那這裏呢 再打回修正之後 就壓過對手贏馬 那這一場賽事 就是他外地 唯一一場的勝仗 而他外地呢 都是主要跑短途賽事為主 外地呢 都是跑一場千二米的賽事 那為什麼偉達這次 一出幫他報泥地呢 其實我就不知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血統 這隻馬 是不是特別泥地很出眾呢 又不算 但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一出幫他報泥地 可能是熱身性質居多 那這隻星耀王者呢 其實在外地呢 早起上一手馬主的時候呢 就當時這隻馬的週稅價呢 在神奇百萬八萬會呢 都有三十萬澳子的 那所以其實這隻馬的價錢 名氣呢 都不差 難怪只有他一出 就報場三級賽先 那可能跑跑下 發現這隻馬的能力呢 未必有幕後想像那麼高 於是就賣了過來香港了 那這隻星耀王者呢 來到香港之後呢 也是做過一些功夫的 那在最近呢 就做了一副內圈的單試 馬會有片看的 那就是G報馬來的 就是他 大家可以留意著 星耀王者這裡 可以留意著他那個 走勢啦 那其實就還不行的 可以跟大家說 這些都是要靠跑的了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有意義 那再看試集呢 第一課試集 我就不會浪費時間去 點擊給大家看的了 因為那課試集呢 一按進去大家都知道的 說他呢 出閘欠順 四百內閃騎 一般不合格的 那試集 我不浪費時間按進去看了 那課試集 包美如回的 到十月十九號 那課泥集呢 那兩課試集 其實贏的都是金春六十啦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前速是如何 假如這隻馬呢 出閘順 應該都會有一定的前速的 那起到現在的拍片時間呢 就未出排位表的星期三 所以不知道到時候 是不是都是周進下去騎他啦 但是我想呢 那個交叉被孤呢 都緊的啦 一出閘的時候呢 他是哪一隻呢 最出面的那隻 黃色衫 好容易認的 原來他前速呢 都不錯啊 那這一組呢 星耀王者呢 就拍著一堆舊馬去試 有好或者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拍著一堆舊馬去試 看到這隻馬呢 如果回來跟舊馬拍得差不多的 不會相差很遠的 或者馬都不算很協長 但另一方面看呢 我查過這堆舊馬呢 什麼大眾開心啊 那些呢 很多其實都是屬於一些 中距離馬 或者一離馬 那所以呢 以他短途馬的身份呢 理論上這一組集呢 都應該要試得OK的 那這裡呢 前面就吃著第二位呢 我都可以跟你說 貫注力都很足夠啦 又趁頭趁計啊 那一會兒 那一會兒呢 開始給馬壓的時候呢 有一點點 啊 這裡有一點退 那 布姿來說呢 都有很多地方要改善啊 然後這裡走進路呢 入直路呢 擺正呢 再推一下他呢 反應的相當一般啊 那這裡呢 埋遍神之水滴 有一點點不夠位啦 外面 金槍六十呢 就灑開大埔 就衝上去 那麼後面還有大眾開心啊 另外 都很多舊馬 一起捏起來試 回到來 過終點呢 黃色三輩子 你看到呢 那一步呢 所以呢 貫注力呢 等等呢 上敵程度未足的 那這一課集呢 除了金槍六十大眾開心 那些講過之後 還有蕭瑤區啊 美麗非凡啊 那這些其實都是 不算說很快腳的馬 那所以其實這課試集我預計呢 星耀王姐至少都不會退得那麼快 但是我就覺得她想像中退得快了 所以就是說她的上敵程度呢 未必是那麼足夠 那這一隻馬呢 其實呢 在落地市 那兩課集都是 帶了一個交叉秘菇啦 那我覺得看整手功夫呢 趕著來做的 因為八月尾才正式開操 還要九月頭才正式有快功夫 但是都不是很快 就是五十八秒四 那所以 看著這些功夫 拍著半跳馬這樣 我覺得都微成氣候 可能初出 就是看一看這一篇 那這隻馬 我想長線看呢 說實在我們三十萬 澳子盡耀 很快的時候 都已經起了一些吸制賽 都叫上過名了 在她很年輕的時候 兩歲的時候 那所以我覺得 這隻馬 未必能力是那麼差的 長線看三四班應該都會溫到的 但是現在就 還沒得住 那在這裡給大家一個參考